每年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 少就一兩次 多好像我這樣 五次 十次 十幾次都有 所以去旅行特別要留意 每年有不同主題 有桃花位 有財位 又有喜慶位 又有病位 又有文昌位 如果去旅遊之餘 又加了你自己那方面的能力 當然好少少 今年桃花位在東北 如果你是單身 或者剛剛認識異性 去東北方旅行 東北方是甚麼地方 近近地當然是日本的北部 北海道那些 遠一點就是溫哥 加拿大那些地方 或者蘇聯東邊那些地方 都沒甚麼人去的 或者阿拉斯加都可以的 所以記住 東北是利桃花 正東今年是病位 正東病位每一次都要留意 因為正東是台灣 日本 美加的西岸 小心容易疾病 或者希望不要說有天災 正東那些災難位 比較容約地震的 剛好日本和台灣 有一個地震活躍區 所以正東特別要留意 東南沒有曲位 就是來文職以外 如果你做是裝撼電腦也好 或者是踏行工人也好 或者紀律部隊也好 不是用文字去做事 叫做文職以外 沒有曲位就特別來文職以外 來升職的 文職以外就是來東南方 所以今年東南方來說 比較讓文職以外的人去旅行 東南方除了香港之外 再遠一點 不用命就是澳洲、紐西蘭 不要以為是東南亞 因為東南方不是代表東南亞 亞洲是東南亞 東南亞其實是我們的南方 接下來要講南方 今年南方是細病位 整個中南半島都是我們的南方 所以如果你是南方旅行 你特別要留意 因為今年是細病位 細病位特別不理腹部場 一個不故意流行肚安 你就棘手一點點 所以你南方旅行 小心小的疾病 容易肚安、腹射的東西 最熱門的當然是泰國、新加坡 或者馬南亞那些 食物都要小心一點 那些文昌位就是西南方 西南有什麼地方 西南其實這二十年 比較容易有災難的區 是地震區來的 所以這二十年 由2004至1日打來 西南方的災難好像不停的 西南方其實就不是我們 香港熱門的旅遊區 西南方要我們中國西岸去計 近一點就是雲南、四川、西藏 再遠一點 可能北丹、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洋一帶 我們都很少去那些地方 所以西南方是文昌位 對你來說都未必有幫助的 今年正西來講就是喜慶位 不過2004至2004百運 正西就比較棘手 整個正西是一百水 一百水來講就是 經常會有蠔雨成災、氾濫 所以你發現這十幾年歐洲 經常都有水災 因為一百水就到了正西方 但是今年九子火應該喜慶才對的 但是一百水碰到九子火 叫水火膠戰 所以今年歐洲都不是很平穩 那些衝突事件都會比較多 所以去歐洲來講 雖然拍拖有利於提升結婚機會 但都要留意容易吵架 所以別人的地區吵架 你去到那個地區都比較容易爭執 跟著西北方今年就是財位 西北方來講我們都比較熱門 因為我們香港人去到沒得去 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 看北極岡 西北方就是他們看北極岡的地方 西北方除了蘇聯的東面 整個北歐都屬於西北方 今年又有利財 如果你剛好又要看北極岡 又想財運好一點 就去西北方看北極岡 那今年正北就吵架 幸好正北我們不是很流行 正北不是北京上海 因為北京上海都是屬於東或者東北的 正北在西方以上的北 就可能是內蒙古外蒙古 或者蘇聯的東面 我們去的機會比較小 所以正北吵架位來講都不是很害怕的 如果萬一真的要正北 不用怕去旅行的時候 代個粉紅色紙或者粉紅色底褲都可以 希望快一快吵架 那今年中宮位叫做七尺 七尺都是過氣的財星來的 所以中宮來講今年都是利財的 那中宮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一個大的板塊的中間叫中宮 可能澳洲內陸或者中國的內陸 或者歐洲的內陸都叫做中宮 中宮今年就是利財的 所以叫做今年東北方 正東大病位 東南武曲位 尼文跡以外 正南是西病位 西南是文昌位 正西喜慶位 西北財位 正不就是喋救位 中宮都是過氣的財位來的 我記得有的人 請問我鼓勵 這個是第四位 你的手 是真嗎 謝謝 可以 英雄